哈喽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呢这个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25年前 我是怎么来的美国 所以很多人很稀奇 就是很多人朋友在问 25年飘雪 你以前是怎么来的美国 所以今天我就聊聊这个话题吧 就说25年前 我是怎么来的美国 大家也知道 像我们福建的话 福建人这边大部分呢 都是偷渡 偷渡 就是大家口里村村下说的走线走线嘛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 我也是属于偷渡 但是偷渡呢 它有分好几种 不是说偷渡就一定是坐船啊 或是爬山啊 涉水啊之类的 偷渡它只是一个性质 它是偷渡的性质 但是偷渡里面也有做 也有做直飞的 也有做旅游的 还有什么的 反正就是性质上是偷渡 当时呢我25年前 我做的也是偷渡 但我的偷渡呢 不是旅游偷渡 我那个是 呃 是什么叫商务签证 它性质上是偷渡 但是我做的是商务签证 嗯 商务签证呢 是我自己本人 去广州大使馆签的证 嗯 虽然也是舌头所换做的哈 那个时候呢 我的发挥 发挥的钱是多少呢 是四万五美金 那个时候是四万五美金 就是 98年的时候 我来的那一年 是98年的时候 我是98年 三月份到了美国 我是 呃 97年就 找着舌头做的 当时因为 像我们这种 呃 阿牛在美国 然后阿牛不希望 我去做旅游签证 旅游偷渡的话 大家都知道 旅游偷渡的话 路上有的要走好几个月 要爬山要涉水 要出过沼泽的地方 那就是 呃 怎么讲呢 阿牛是经过 阿牛是走的旅游签证 阿牛走的是 头渡旅游签证 他路上走了半年 他的故事 可以写一本书 到时候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让阿牛 跟大家聊一聊 他以前路上 走来的经过 今天呢 主要是说我 我当时呢 是 舌头做的 呃 当时是先交了2000块钱给舌头 然后大概等了一个多月 就通知我走 当时走的时候呢 是自己先去广州签证 我在广州大概待了两个星期 然后去的大使馆签证 呃 但是很顺利 具体签证到底问一下什么 说实在的我是不记得了 但是因为紧张 又紧张 然后就也不太记得 但是问的是什么东西 反正也 就反正就很顺利 但是就签过了 签过了以后 嗯 就回家回家去等的 刚刚好过完年 正月的时候 我 我走的时候是正月 过了15了 我记得是 正月15之后 我走的 然后先到了广州 广州 然后又从广州呢 嗯 去的珠海 从广州到了珠海 嗯 从珠海呢 然后我又坐船 到了香港 从珠海到香港的时候 当时用的不是护照 是一个叫什么回感证 他们有一本什么回感证 就是香港居民 他有一本回感证 那个回感证 但是不是我本人做的 就是舌头帮我做好了 给我 照片里面啊 那个人 不像我 说实在化妆化得好浓 就是化妆化得很浓 根本看不出来像我 但是轮廓有一点像我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假资料 当时我去签证的时候 也是用的假资料 因为 呃 照片是我自己的 但是户口不是我自己的 户口用的是管西 管西那边的户口 户口本 户口字 所以说这就是假人头 他们当时舌头就叫假人头嘛 所以说我当时坐的前站是这 到了珠海以后 当天 舌头通知我走嘛 到了珠海码头以后 还没有到码头 然后又接到电话了 就说是 码头那边有状况 临时 临时通知我们回头 我们又回到酒店 又回到酒店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我们然后又出发 去的那个珠海码头 然后坐船 当天坐船 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呢 有专门的人接 接了以后 到了酒店 他们香港的酒店 就是那种 好像都是那个民宿啊 就是自己家的公寓楼里面那种的 然后我在那边 大概待了 几个小时吧 因为我们是 呃 早上10点多到了香港 然后在舌头带我出去吃了饭 吃了个午饭 然后就回酒店 酒店可能回去 大概有待了几个小时吧 就是下午的飞机 然后我们下午又去了机场 从机场进去以后 我用的是护照 那个时候就不用 不用回赶证了 就是坐船了一下 是用回赶证 用了护照 用了护照进去以后 就是登机的时候 他不让我登机 他说你这个护照 有问题 他说要去查 其实后来他去查了 很久 也没查出问题 因为我签证 本身是我自己本人签证的嘛 所以他也没查出问题 他说那你上飞机吧 如果到了美国那边 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不负责 他这样讲 当时我也不管他了 我就上飞机 后来我到美国的第一站 就是美国的洛杉矶 到了洛杉矶之后 下了飞机 他当时舌头是有人接的 专门有人来接我 舌头接了我之后 就送我去了酒店 酒店是一个韩国人开的那种 好像就是 像你要说的那种叫什么 汽车旅馆的那种 就是两层楼的叫 Motel那种嘛 就是Motel那种 然后大概在 到了酒店之后 那舌头就是 就把我的护照收走了 然后让我生汉 把生汉剩下的钱也拿走 他可能当时怕我刨掉嘛 就怕我刨了嘛 所以把护照收了 把钱也收了 然后在酒店里面 大概待了有三天时间 他舌头白天是不在酒店 但他晚上他会回酒店 他订的酒店是那种套房 就是套间 我有一间 然后另外那个舌头 他自己有一间的房间 那种的房间 大概在酒店待了三天之后 就是让我们纽约这边 把钱交了 把钱他们舌头 把钱收了以后 才把护照还给我 然后给我买好了机票 让我从洛杉矶飞到纽约 然后飞到纽约之后 下了飞机之后 就是阿牛去接我 阿牛在机场接我 阿牛说到了机场的时候 有另外两三个人 过来问阿牛 你是不是来接人的 阿牛当时很害怕呀 怕被人家绑架呀 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纽约 其实还挺乱的 那个时候阿牛就说没有 不是 所以说不敢讲 然后你们知道 阿牛亲到我的时候 偷偷摸摸的从我背后走过来 拍了我一下 吓我一跳 我一看是他 都赶快走 赶快走 就好像做贼一样的 因为很怕被人家接走 万一到时候在 被人家绑架 就是说绑架了 或是勒索了之类的 所以说 但是阿牛就接了我 就赶快走 然后就这样 我的 其实我一路上走来的 就是比较顺利 没有什么勾勾 侃侃 也没有爬山涉水 就是顺顺利利的 就是进了美国 也没有被抓 也没有什么的 我到美国的经过 就是这样 然后费用就是 四万五美金 当时过 启程的时候 他只收了一小部分的钱 大部分的钱 就是收了个三五千块 美金三五千块 那个时候也就 剩下的钱 全部是到了美国以后 才给的钱 那个时候 我们四千五 四千五都是利息 知道吗 我们哪里有钱 阿牛也刚刚来了两三年 自己的钱都还没还完 阿牛来的时候 也是借着高利贷 说实在的 我们那个时候 借的都是有利息的 我那个时候 借的也是两分 到三分的利息 每个月工资呢 只有一千 一千 一千左右 然后每个月还利息 一定要还好几百 五六百 六七百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跟阿牛两个到了美国 就专门还这个旅游债 就还了 有将近十年 两个人 阿牛当时 也将近四万的旅游 然后阿牛路上走了半年 还有这些花费 就是路上用的钱 七七八八加起来 可能跟我价格都差不多 我们两个那个加强 都要将近九万美金 九万美金 在那个时候 九八年是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吗 九万美金 在加汉利息前 你知道我们要还多久吗 所以说 我们前十年 都是在还债 知道吗 都是在还债 那时落得心酸 没人知道 真的 而且家里面 还有老人 有孩子 说实在的赚了钱 不够花销的每个月 九八年 我到的 九八年的三月份 我到了美国 然后我们阿牛是 九九年出生的 阿牛出生以后 大概是八个月以后 就抱回 抱回中国去养 因为我们当时 这里没有父母亲 在这里 再加上我们当时 要还债嘛 所以说阿牛八个月 就抱回中国去 后来儿子出生以后 也是 二个四个月以后 就抱到中国去养 一直养到四五岁以后 读书的时候才抱出来 所以说我们家这些孩子 以前的人都是把孩子生完 都生到中国去养 我们在这边要还债 要赚钱 没有办法带孩子 好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 评论 订阅 关注 谢谢大家 祝你开心 快乐 每一天 爱你们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